Hello大家,今天的开箱呢有一个小件 早上从这个快递小哥手上拿过来的时候 不是热乎乎的,是冷冰冰的 目前哈尔滨外面的温度也比较低了 早上是零摄氏度 所以拿到之后呢,上面会有一层雾气 一般来说像这一类的来货呢 我会等到它和室温一样的时候再来录 不然的话大家以为我买到了磨砂的这个包链呢 其实是一个光面的银色的这样的一个包链 包挂,各种名字啊,包挂链 其实今天还解锁了一个新技能叫做 肩带延长链啊,是怎么回事一会儿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款挂件和之前出掉的几只限量挂件类似啊 不过之前的都是全金属这次的是链条加皮革制品 链条上的造型呢都是用Swift皮制成 不得不说Swift皮可塑性很强,可圈可点啊 可以做出看起来柔柔柔的包啊 也可以做出来像这样的偏硬的这种挂饰 我们先聊聊这个挂件的橙色吧 这个挂件呢刚才说过了是由金属和皮革制成的 相比之前经手过的全金属挂件 整体使用痕迹轻了很多 金属部分看起来也亮了不少 据说这个挂件在出专柜的时候就没有贴膜啊 就没有我们所说的原始的贴膜 我想有可能是柜姐在出专柜的时候就直接把它撕掉了啊 今天录完视频之后 我会把它再用类似的保护膜把它保护起来 同时大家看到原始的这个盒子也在 这个盒子装起来之后里面的这个挂件 确实是固定的还算比较好 不会轻易的晃动 盒子整体看起来也蛮新的 用荧光灯照射能看到浅浅的logo 值得说明的是这个logo其实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浅啊 如果这个有年份的一个盒子照射起来呢 却很新很新的logo呢 有可能会要打一个问号 现在把挂件从盒子里面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一边呢是像肩带上的挂钩一样的 另外一边呢是一个环 它也是一个圈可以连接到另外一个挂钩 所以就组成了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作用 作为装饰的时候它可以在搏金包上像这样 在上面有非常好的修饰作用 同时也是个性化的一个符号 那如果在凯利包上怎么用啊 正好这个还有一个银式的银扣的包包 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用肩带上一边的挂钩挂住这个圆环 然后另外的这个挂钩呢 就可以作为肩带上的延长延伸 挂在包身的这个挂环上 那现在呢就是一个延长链了啊 同时也是像在搏金包上一样 它也会有一个装饰的效果 这样加了延长链之后呢 不管是凯利40 像这个是凯利32啊 不管是哪个尺寸的包包 但你觉得这个肩带 单肩正好 然后斜胯背的时候呢 会有点短啊 会有点短 那加上它之后 斜胯在整个身上的位置 也就会更加自然一些 能够满足更多的使用场景 之前我们有一个包包的挂件 是一个马蹄造型的 也是SWIFT皮的 那它在来之前呢 我以为是黑色的 后来来了之后 对比一下才知道原来是乌木色 那这个来了之后呢 我有对比啊 我有专门仔细去看一看 阳光下灯光下去看一看 这个确实是黑色的 黑色SWIFT皮 这款还有看到其他颜色 一个是爱马仕红 类似爱马仕红的颜色 另外呢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原色的这种 或者说沙滩金 那黑色呢会显得比较酷一些 尤其是男生如果用它来搭配自己的 比如说凯利斯林 黑银凯利斯林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哭到家了 对不对 它的限量成分也可以说一说啊 其实像这一类的包挂 大家还是追求一种个性 所以在它本身就是限量的这个基础上呢 市场上也不是很多 那在民间其实也不是说特别多啊 大家在日常用包的过程中 好像也不是说特别能够看得到 别人在用这样的包挂 不管是全金属的 还是这种金属加皮革的 这一点上来说呢 真的是它的防撞包的作用会非常好 好的 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挂件 包挂包链 包延长链 包挂链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更合适的装文名字 能够一下子体现出它的装饰和这个延长的作用呢 今天节目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柱子体现出品